過年前很多人要換新車 但是有賣很好的 你很難想像是豪華車 包含了雙B Lansus 還有奧迪 他們的表現都滿好的 而且大廠現在就估計說 今年這個豪華車的市場 規模是首度渴望衝破10萬台 這年增率會達到將近7% 會刷新歷史新高 標誌性日行頭燈 加上霸氣仿錘形水箱護照 更厲害的後座空間 可以直接塞進三個壯漢 這台轎車去年賣掉3620台 登上豪車排行榜第五名 但更厲害的在這裡 向前一壓 後座瞄辨超大債務空間 要價230萬的豪華休旅 同樣賣爆 去年銷出超過7500台 那在內裝上 它除了有這個9.8寸的大螢幕之外 它還有主被動安全配備 它說我現在開啟這個安全離座輔助 如果要下車後方有來車 它就會自動鎖住車門保護的安全 跟前年來比的話 其實是差不多 一點點微幅的一個成長 那之所以 其實我們預估應該是成長更多的 只是說我們大概前三名的品牌 幾乎都是缺車的狀態 今年看會不會衝破到10萬台 不讓日系豪車獨佔凹頭 197匹馬力催下去 爬坡輕鬆容易 賓士GLC去年也賣掉將近5000台 台灣豪車銷售排行榜Top10 賓士自己就占掉三個席次 台灣賓士總裁更看好今年 國內豪華車市場 有望首度衝破10萬台 年增率可以達到6.7% 蜿蜒山路南不倒 大扭力奧迪Q5休旅車 搭上智慧四輪傳動 同樣超熱銷 正品牌總銷量達到64% BMW去年全球電動車銷量 也超過21萬台 相較2021年大幅成長超過一倍 光是去消化2021年 2022年所欠的車子 就會造成整個車輛的 一個銷售市場的大爆發 各大車廠預估等到下半年 晶片荒解決 今年的豪車銷售會更上層樓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